星期五起海外和台灣經機場抵抗人士的檢疫安排 將由現在的7日酒店隔離改為3加4 即檢疫人士在完成3日酒店檢疫 核酸檢測亦證實沒有檢疫後 最快當天早上9時可以自行離開酒店 再進行4日家居醫學監測 期間需要每日做快測和在指定日子進行核酸檢測 期間是可以外出的 但是不能進入在疫苗通行證有主動審核的表列處所 即是食肆、酒吧、酒館、遊戲機中心、浴室、健身中心、遊樂場所 室內公眾娛樂場所、派對房間、美容院等等 在出外期間是不能參與任何除去口罩的活動 而出外的在每日快速的抗原測試陰性的情況下 是可以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上班和進入商場 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說 Omicron潛伏期短 而數據顯示每1,000名入境旅客中 有大約40人確診 當中一半可以在機場檢測代行中發現 而剩下的8成確診個案 也可以在入住檢疫酒店第二天找出 維持7天檢疫期是不符合成本效益 而為了配合3家4新檢疫安排 安心出行應用程式 也新增紅黃馬制度 紅黃馬 以及修訂由海外或台灣抵港人士的檢疫安排 是基於現界政府精準抗疫的政策 紅馬是識別確診的新冠患者 確保他們會遵守隔離的措施 而黃馬是要識別海外或台灣的入境人士 直至到完成檢疫 在完成規限後 紅黃馬將會自動轉回正常的藍馬 至於新措施生效前 已經在酒店完成生日檢疫 及所有檢測的旅客 未來幾天可以陸續提前離開酒店 酒店將會退回剩下日數的房費 東網記者黃明彤報導